今天要講的是道教的物證篇 不是玄宗顛倒顛 真知活理好栽連 千將白虎歸家養 長個明珠四月圓 慢手藥如看火候 蚕鞍神喜任天 群音宵盡當成手 跳出繁榮瘦萬年 要知道氣在運行的時候是從後面的肚脈後面的脊椎 然後經過你的頭頂 往前面下來到你的下當田 那個 要讓那個 溫養精彈要溫養在下當田的地方 就是肚臍下的下當田 練當的道理懸鬧高深 其中的關鍵是顛倒五行扭轉乾坤 把順生人的規律逆反 順著世間人的貪稱吃就會 就只是普通人 但是你如果能夠顛倒貪稱吃 你就能夠呈現 所以這一本裡面最精華的一段就是這個 一段就是這個 五四玄中顛倒墊 真知火裡好災臉 意思就是要你不要順著這個 不要順著這個 世間人的欲望 要能夠 你如果順著為凡夫凡母 逆著為靈父聖母 凡夫凡母之氣 順著成人 為之常道也 一般人 只能使順著 順著其身體 順著成人 為之常 靈父聖母之氣 逆著成人 ежд縣反覆則 男法是女 而女法是哪一人 一般人只知道順生人逆行呈現的道理有誰能夠了解 現在告訴學道的各位不了解煉丹火候中的陰陽校長就不要亂來 意思就是說要你要你要有道教的師父教你不要自己一個人修煉才不會走火 只有你呈現之後才有資格說你我命有我不有天 那些都是已經呈現成神的人才有資格這樣講 一般人還是要只能聽天命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來 这里有介绍那个上当田中当田下当田在哪里的图 肚脉是在沿着脊椎那一条的肚脉,肚脉是在前面的肺胸还有胃的位置 前面是肚脉后面才是肚脉 所以在让气运行的时候是要从脊椎的最底端的微铝屑上升到这个泥网宫 然后再下降到,再往前面下降到那个喉咙,然后热脉,新中当田下当田 还要知道时辰才行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三名书籍出版的物真篇 作者是张伯端,指阳真人 这本170,可以去三名书局或者在那个图书馆借回来看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是方便说热脉 对我的不错 这是我的不错 我在眼前